就是我当时在国内被人肉过嘛 就微博上有网爆我 那除此之外 就是我的家人肯定也受到骚扰 我认为我是我的责任 我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我可能就是拍拍片子 我觉得骂习近平是很开心的事情 我会持续的为中国的人权问题发生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访谈 今天我邀请到了 来自这个白纸革命一代的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王涵 跟大家聊聊 那最近呢 王涵已经从大学毕业了是吧 对已经毕业了 你之前是学什么呢 在哪个学校 我之前在南加州大学学Data Analytics 对我学工程学员 那之前你出名 在这个我看到各大媒体 都你看到你这个标志性的帽子 那你能解释一下 就是过去你做了什么 能够让大家这么关注吗 我最著名的事件其实是去北加爵士抗议苹果 但是在那之前我就很深的去参与一些社会运动了 已经 那这个帽子是因为我当时去北加爵士戴着 然后因为它比较暖和 后来然后大家就说这个像威尼的这个威尼帽子 然后我就一直戴着 然后就成了我的icon 然后我就也习惯一直戴着 那你为什么要去苹果公司抗议呢 老生常谈了吧 就是因为当时在白纸运动的时候 苹果公司掐断了中国用户的AirDrop功能 而AirDrop功能又是在白纸运动当中 人们互相连接 互相传播信息一个重要的功能 那这是直接原因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 比如说苹果公司长期与中共的勾结 比如说在Apple Store上不能有任何的VPN的软件 再比如说苹果公司将所有中国用户的数据 全部上交到中共的贵州的那个数据库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事件 但直接原因是因为AirDrop功能的停掉 那你的这种绝食的做法 你觉得产生了效果或者说带来哪些影响 我觉得对于苹果公司直接的影响 其实并没有那么大 那是因为苹果公司它一贯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公司 它并没有对我的任何绝食有任何回应 但是我觉得让更多人都知道了 苹果公司在与中共勾结 尤其是更多的美国人 因为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所发生的事情 并不了解他们身边的科技公司 如何在美国是一副维护人权的这个宣传 但是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就在配合着外国的政府 去迫害当地的人权 那至少要让更多人知道了 因为我的绝食也有很多的大媒体报道 包括像NPR这样的媒体 当时白纸革命在中国发生吗 那当时你看到之后你有什么反应 然后你觉得为什么你需要去做点什么事 其实最主要是彭力发当时带动我们做很多很多事情 因为我们觉得彭力发是一个非常非常勇敢的勇士 所以是彭力发之后 很多在海外或者在中国人 当时在白纸革命之前就有一个叫海报 贴海报的运动 海报运动 就是在各地的线上设计海报 线下我们去贴相关的关于彭力发的海报 还有中国人权问题的海报 那在白纸运动的时候 乌鲁木齐大火 然后我们看到了在中国的人民都勇敢的他们走上了街头 所以我们也觉得要做一些事情 那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似乎 一个是连耳不闻窗外事 那第二呢可能甚至是变成 其实本身他们可能是小粉红 是非常爱党爱国的 那你是不是在这当中算是另类呢 我认为是的 因为很多的中国人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很难判断到底有多少小粉红 但是从我的感知上来讲 我觉得不少 那其次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就像刚刚工作审你说的一样 有很多人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谈政治对他们来讲 就和中国人去我们常开玩笑 就中国人谈性一样 就他们不敢去谈这个话题 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红线的话题 所以他们不去碰 所以我很难讲 到底有多少人是反贼 多少人是粉红 在我们的比例里 但从直观的感受上来讲 我觉得是有很多粉红的 对 那你觉得你的这种做法或者说 是否能够带动大家反思中国现在状况 然后大家更关注政治 或者说对国家的发展能够表达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我个人的力量其实是很有限的 因为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在海外 我能做的就是说尽到我的责任 在海外的圈子里 能让在海外的有很少数的留学生 他们不去惧怕对于中共的这个跨国阵压 其次是让美国人知道 中共是如何勾结破坏人权 想颠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体系 那在国内的事情 至于到底能在国内产生多大影响 实际上我个人很诚实的说 我感觉影响没有那么大 对 那你当时站出来做这个事情 你又想没想到有些后果 或者说有没有担心安全问题 我可能想过吧 但是我还是觉得你那么做 因为我当时在那种情况下 是比别人更有经验 因为我做过很多年社运了 但是两年吧 至少来了美国以后 比别人更有经验 所以我当时想的 就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 那后果其实没有考虑太多当时 对 那后来有没有就是 中国的官方 或者对你有什么样的反应 实际上是有的 就是我当时在国内被人肉过 就微博上有网爆我 那除此之外 就是我的家人肯定也受到骚扰 但是那是 在白纸运动最激烈的时候倒没有 倒是后来就是过了一段时间 又被骚扰 是我拍一部新的电影 《皇帝除三害》 好的 我其实好像在网上看到过 里面的这个宣传 我很期待 对 在白纸运动这个消解之后吧 那你觉得中国能有哪些改变 或者说你是不是对中国还有这么大的期待 就是年轻人像你这样的可以站出来改变中国 你觉得未来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我其实对于中国的未来一直是持有一种悲观的态度吧 和很多人不同 我去做社运的话 其实只是我的一个责任这样子 或者说是能救一个就救一个人的这种想法 但实际上对于中国的大环境我一直处于悲观的状态 因为在中共的统治下整个中国是属于一个原子化的社会 人和人之间没有一个组织的连结 所以不可能形成一个有组织化的向中共的反击 所以即便像我们看到白纸运动有一些人上街 实际上占到中国人口的比例还是比较少的 非常非常少 但是还形成一定规模的上街 但是在中共解分或者说实行一些手段之后 他们就立即散去了 这是因为没有任何组织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未来的改变 我认为很可能是一种灰天鹅的这种偶发事件的改变 那也像白纸运动一样 但是我很难讲它到底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我至少知道在习近平的统治下 中国肯定会越来越走向 就中国人民肯定 中国人肯定会越来越被中共就是铁拳越来越压迫 压迫之后因为它的经济越来越差 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混乱和政治上的动荡 对 其实我和很多人想想法不同 我个人会觉得在中国对中共的反抗 实际上还是要有一些被反抗 被压迫阶层 比如说像农民工阶层 或者说维权的这些群体这样子 因为他们虽然有一个 虽然还是原子化的 但实际上有一个相对弱一点的连结在一起 他们是一个整体的利益群体这样子 而不像白纸被分控所以压迫 然后那分控一解开他们就没有了 对吧 那像在中国很多阶层 它是长期的被压迫的群体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觉得在中国未来的反抗 可能还是要靠底层的这些阶层 除了你刚说的农民工和被拆迁的这些拆迁户 或者是维权的人士 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维吾尔人 他们其实这种纽带和连接更强 更团结 他们也是一个瓦解中共的一个力量 非常大的力量 那你觉得未来你在美国还会做些什么 我可能对我来说一方面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还有一方面就是我去 我认为我是我的责任 我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分两方面讲 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可能就是拍一拍片子 我觉得骂习近平是很开心的事情 就像我们在这个电影里拍的一样 所以我可能未来还会就拍一拍 就是小成本的片子 那我的职业道路也会就继续 我会继续我的学业这样子 那对于就是我的责任方面的事情 我觉得我会持续的为中国的人权问题发生 同时还有就是在帮助在中国 从中国来的有一些反抗思想的这种反贼梦 反对习近平 反对中共 反对中国霸权的这些人的同学 我去帮助他们融入一个社群里面 对能够让他们免于 就罗斯福说的嘛 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希望能够帮助到这些人 对 非常期待着下次再见到你 能比现在更加的成长 OK 好 谢谢 谢谢接受采访 谢谢 好 没问题 在画眼里 战友 即ė 在死心 出 obviamente 像梅 近 虽én 但 我们 明会 这cade